大家好,我是Kurko,我是Kurko 來到這個星期還有一天,我們會找兩個文型 第一個文型是 前面是跟名詞 與魔術相反的意思 大家看到反字有多少相反就可以了 另外的用法其實與Handai ni是有些相似的 我們稍後再詳細說 首先我們說了華語什麼相反 通常會跟期待、預想、預測不同的時候 相反的首先用的 例如這裡的例子 今早的天氣預告說 降雨將會持續到傍晚 但是跟它相反,下午開始放晴了 這個情況很明顯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時候就可以用NiHandai的文型 另外我們也看看這裡的例子 Rulu ni Hanzuru goi wa shikaku to nanimasu 違反規則將會失去比賽的資格 這裡的感覺好像不是與相反的意思 或者我們用另一個方面看 其實也可以表達相反的意思 我們比賽一般會有規矩的規矩 如果你跟一些規矩做不同的事情 其實就是相反的意思 所以當你違反規則的時候 也可以用Lulu ni Hanzuru 這樣的文型 然後第二個文型就是 NiHokana nanai 前面是跟著名詞 表示斷定或者強調的 正式的意思 簡單來說一句總結 就是除此之外 沒有其他的 大家一看到這個文型 記得它只有這個 沒有其他原因 這樣就可以了 例如這裡的例子 今次的山梁火災的原因 是 東山客戶的煙草 Fushimatsu ni hokana nanai 這次的森林火災原因 一定是 除此這個 沒有其他原因 就是 燈山者沒有滅滅煙頭的 然後 接觸意 它寫著 前面是可以接觸動詞 或者 I的用詞的普通形 那的用詞 或者名詞 可以跟著 或者是 出逢 這裏是強調的原因 正正是因為 我什麼 也是一句總結 除此之外 是沒有其他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這樣的意思 例如這裏的例子 正正是因為有家人的支持 我才沒有中途放棄 堅持到最後 這就是唯一 達到沒有中途放棄 這件事的原因 那我們今天的溫習 就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者Facebook inbox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想找生智車的朋友 可以去我的IG 想看多些 日本香港知情的朋友 就去Facebook 那我們下星期一再見 再見 拜拜